年龄的变化 现实环境的变化 会有焦虑感吗 一点都没有焦虑感 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但是如何缓解 尽量让这种时间变得短 是自己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不能人于亦于 你要明确地知道你想要什么 不能什么都想要 最娱乐圈的资深老戏骨 樱桃绝对算是有颜值 有实力的一位女神 1979年出生于重妓的她 是军艺出生 在2002年樱桃凭借毕业作品 我在天堂等你获得多个大奖 之后又出演了 女人一辈子杨贵非蜜史 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的 大火电视剧 出道娱乐圈这么多年以来 她斩获了许多奖项 影视剧作品里面的 五个大满关之后 樱桃就是其中之一 可见樱桃的演艺事业非常成功 但是在爱情和婚姻中 樱桃却经历了很多波折 在她20多岁的时候 就结过一次婚 但是这段婚姻一开始 并不为外界所知 后来才被爆了出来 有一期节目当中 金星问樱桃结过婚吗 有人说你结过一次婚 樱桃很爽快地回答 对 我结过一次婚 金星又问 结婚多长时间啊 那樱桃回答一年多吧 金星忍不住感叹这么短 樱桃解释 因为两个人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就和平分手了 咱们结过婚吗 有人说你结过一次婚 对 我结过一次婚 那个婚姻多长时间 一年多吧 这么短啊 对 就她那时候比较小 就我们大家后来和平分开 就是因为 其实都没有太准备好 她那个婚姻很冲动 如果一年多 谈了几年 谈了两年多的恋爱 一年以后就分开了 对 樱桃的前夫据说是 崇敬一栋原总经理 沈长父之子沈俊成 两个人恋爱两年多 结婚一年多 当时的樱桃呢 还在空振 结婚的时候 樱桃的妈妈 并不是特别的赞同 作为过来人 她觉得两个人性格不合 但樱桃呢还是义无反顾的结婚了 果不其然 结婚一年多 两个人几乎没有夫妻生活 本身樱桃拍戏就比较忙 然后呢 两个人在吵架冷战之类的 所以到最后离婚的时候 樱桃都觉得 这可能就是一个分手而已 其实我们两个人有点像 就是 就是领了个赞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过 真正意义上的 在一起 真是生活 我一直在拍戏 然后他就 然后中间又吵架 什么 就基本上就没有 所以我其实对这个 你 别人如果不是刻意提的话 我真的觉得 就是分了一次手 就是实话 就分了一个手 对 陆金42岁的樱桃 虽然还没有结婚 但是他对爱情 还是特别的憧憬的 他曾经说过 喜欢格局大 又很幽默的男人 近日呢 有樱桃主演的影视剧 幸福二重奏 正在热播当中 他在剧中饰演商界精英 廖莎 她是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 以及强势性格的女强人 在事业上面 如鱼得水 遇事总能排除外难 绝对的新时代女性 在生活中 廖莎也为观众上演了 一幕女性 如何将家庭与事业 双坚固的做法 在婚姻和事业中 能够找到平衡点 因此呢 颇受网友喜欢 讨论话题度很高 其实 现实生活当中 樱桃的性格 与剧中人廖莎很像 都是事业型的女强人 出到这么多年 参与过太多的影视剧的拍摄 而且 亲眼竟是有目共睹的好 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 另外 她本人还十分注重个人身材 就如同剧中人廖莎一样 一有时间就会开始运动 锻炼身体 1月8号深夜 樱桃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分享了一张刚运动后的照片 佩文说 有吵架的时间不如运动 并且在书写文案前 还特意艾特了一下廖莎 为自己的新剧 幸福二重奏 持续做宣传 从樱桃晒出的照片 可以看出长期坚持运动的她 身材保持的相当完美 线条流畅 且新装好看 她还被网友们称为是 人间水蜜桃呢 如今42岁的她 不仅身材保养的很好 岁月也未曾在她的脸上 留下过多的痕迹 对于女人来说 40岁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坎 但是对于樱桃来说 她却依然如万人迷般的存在 在经历人生的数十个年头 过去以后 她更加显得成熟有魅力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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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